大家好,我是超子 家里面的砂锅太小了 今天又入手了一个3.4升的砂锅 这经典的颜值,大容量,看着就喜欢 新买的砂锅,很多人都直接使用 那样就错了,不仅容易开裂,还会粘锅 今天教大家砂锅开锅,以及保养方法 方法简单实用,做饭小白也能学会 第一步,清洗 砂锅里面放入一些洗洁精,加入清水 里里外外都刷洗一遍 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砂锅有极强的保温性 天冷用砂锅做一些炖菜,汤菜,熬粥都非常不错 尤其是炖一些肉类,用砂锅小火满炖会更香,更好吃 用洗洁精刷洗完以后,再用清水,彻底冲干净 第二步处理,可以使砂锅更耐用,防止开裂 用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擦干残留的水分 砂锅在烧之前,水分不擦干,很容易留下印记 尤其是冬天,外面才流冷水,再猛一加热就容易开裂 所以在使用之前,水分一定要擦干 接下来,往锅里面倒入半小碗大米 再放入两大瓢,不要浅的山泉水 水的量要超过砂锅深度的三分之二 放到燃气灶上开大火加热 前期,在加热的过程中,先用铲子不成的搅拌 防止米粘底 将紧开锅时,转开小火防止一锅 开锅以后,就不用搅拌了 盖上盖子,煮半个小时 稍微一锅也没有关系 让整口锅都合上新鲜的米粥 当米粥煮至发年,即可关火 砂锅开锅,为啥煮米粥呢? 因为砂锅是陶土制品 土是油盐有缝隙的 煮粥可以修补锅内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眼 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 熬好的米粥,我们还可以趁热,偷偷把它喝掉 在清洗砂锅时,最好不要用钢丝球 用软一点的刷碗布 熬粥时,也不要使用铁铲 用木铲或者硅胶铲 这样可以防止把锅体划伤 熬好粥以后,再次把砂锅清洗干净 吸好以后,用厨房用纸擦干残留的水分 第三步,养锅,润锅 平时我们在使用砂锅时 要冷锅加冷水,热锅加热水 这样也可以防止在使用的过程中,砂锅开裂 砂锅也不能长时间干烧 水分擦干以后,往锅里面放上一些食用油 用厨房用纸擦均匀,溺面锅的全身 让其吃油,静止一晚上 这样砂锅就算开好了 擦油吃油,可以防止砂锅 在使用的过程中粘锅 经过这几步处理以后,砂锅就非常皮实奶用了 不粘,不裂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有用 麻烦大家动作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点个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玩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